马英九跟宋涛已经见面了 当然这是今天晚上的重头戏 最重要的重头戏当然还是4月8号 在北京他会跟这个习近平主席见面 这个部分目前还没有正式官宣 但是八九不离时 那今天出发马英九4月1号 当然这个民进党也没什么好讲 就不断拿愚人节这天来大做文章有没有 愚人节出发 这是一个什么不好笑的笑话吗 到大陆11天第一站到了广东深圳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 他几乎是直奔大江去的每个公司 我们拉完报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讨论过恩赐 大江你就知道 无人机全世界第一名不得了 然后晚上跟送他会面 那出发的时候在机场他有一篇谈话 有一句话很有意思 当然了他希望化解两岸冲突 然后他告诉大家 去年已经证明这个方式是可行有效的 他去年是第一次到大陆 那次是季组 但是去年已经证明这个方式可行有效 有没有 所以今年再一次 那亮哥在我们星期六的辣晚报当中 他觉得马英九也要去忏悔一下 因为在他过去的八年 他有些事情没有做 所以这次应该是弥补 以他的高度 以他的分量 还是有这个能力 所以是不是也带着一种忏悔的心情呢 好他到了大江之后 他问到一个蛮敏感的问题 他说听说这个有大江无人机 在俄乌战场上被使用 你们怎么看待 很有意思吧 就讲了这句话 说实话这句话 当初就是有点美西方用来 要针对中国大陆的嘛 对不对 支持这样子一个发动战争的国家 那大江的这位 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回答也很好 我们就卖无人机嘛 人家要怎么用 我们管不到啊 是不是啊 好那另外呢 他也去了腾讯 那腾讯就更不用讲了 大家看到这个腾讯的很多影片啊 腾讯的新闻啊等等 也都是台湾民众 现在耳熟能详的 所以去了几个地方 都是大陆指标性的 指标性的啊 好那对于这一趟呢 大家怎么看 第一个苏琪啊 当然苏琪是前国安会秘书长 那在中美台三方啊 当然苏琪他有很深的 一个接触 那他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 他说马英九这次访问大陆 有望缓和台海紧张 这句话大家都在讲啦 但他说啊 这等于是给拜登一个人情 让美国对两岸 就不用那么担心了 所以所谓的缓和台海紧张 在苏琪看来 这个缓和的效用 可能比我们大家想象的 要来得大 特别是美国正在进行大选嘛 马英九这一去呢 好像让拜登安了个心 大选的变数比较不会太大 所以是不是等于拜登啊 欠马英九一个人情 有这个概念吗 那郭正亮怎么说啊 他说马英九你要记得 你代表的是六成台湾民意 民进党是少数 赖金的是少数啊 所以你要勇敢的 大声的讲出来 还有他讲一个很重要 在昨天啊 这个北京的这个清华大学 在台湾校友会 办了一场论坛 他就说啊 美国军舰啊 将陆续开始汰换 进入五年的军事空窗期 所以对于有意开启 第四任期的习近平来讲 是更有利的 台湾没有办法 无止境的拖下去 那这个时候主动的 提出跟中国谈判的方式 才是正办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就是拖拖拖 拖下去哦 就算是你有善意 即便像马英九这样 恐怕也是不够 必须再往前跨一个大步 这两个论述 是目前我看到 所有的论述当中 算是比较独特的 其他大部分都是说 啊对啊 缓和两岸紧张啊 等等之类的 所以他们可以说 是往前再看了一个 那当然另外 插一句话 就是亮哥 因为目前在YT上很红 那他在大陆的知名度 也很高 那所以他老是被问到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中国人 亮哥你是中国人吗 看郭正亮怎么说 亮哥大声勇敢地说出来 他说我出生于台湾 我当然是台湾人 我的曾祖父呢 从中国福建 龙溪到台湾 我认同中国 台湾跟中国大陆 命运是走在一块的 我也欣赏中国文化 所以亮哥回答 这个问题是 我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这个部分说实话 日云到现在为止 有没有攻击他 因为亮哥这个话呢 讲的密不透风嘛 对不对 第一个从家族 从族谱上来看 那第二个说实话 从法理上来看 如果你民进党要这个 再说黑亮哥的话 要不要回头看看 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 对不对 你如果说赖金德说 我是台湾人 那请问一下台湾是什么 是国家吗 还是个地理名词 我们的宪法怎么规定呢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亮哥的回答 说实话 在这个视频上也炸了锅 好我先问一下这个介大使 马英九跟宋桃业 已经碰面了 当然这只是刚刚开始 今天的第一站 信息含量就很大 你怎么看他这一路 11天下来 会有什么样的收获 我想他每一天都会是 两岸 尤其台湾那边 新闻媒体的焦点 这就已经 已经就是电下 他这一次 非常成功的访问 而且我相信台湾老百姓 也会从这个 他的访问里面 对大陆有更多的认识 那比如说大疆 像我们是耳熟能详 可能很多老百姓 还不晓得大疆是做什么 通过马英九的话 大陆台湾老百姓会 从这个比较正面的 另外一个角度 来了解大陆 那他接着他还要去 这个听说他要腾讯 还有好像比亚迪 他也会去 所以我觉得他会去 很多大陆的这些 你看这个我打个岔 你看中间这是他去 大疆的画面 然后大疆就拿出 他们最新展示的 那个无人机 对 好小哦 在马英九的掌心上 才200多克 对 这个很想象 其实大疆喜欢玩电子产品 你比如去我们台湾 台北的这些电子产 卖大疆的整个 就他一个柜台 机型非常的多 因为全世界 有人说他大概 有差不多八成以上的市占率 他这个真的是横扫全球 这一次大疆是派台湾总裁出来 也是台湾人 他是成大毕业 然后到美国去念书 很年轻啊 然后就到大疆发展 现在做了台湾的总裁 可见两岸这个人才上面是互通的 那我想他这一次去 他亲身的经历 从镜头 从这些报道中 我想对台湾整个社会 是一个 一个启迪的作用很强 对所以你看 马英九当然11天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他去了每个地方 我觉得是有含义的 对 不只像是我们看到这个黄花岗 大疆 这个比亚迪 腾讯 你怎么看待这些指标性的一些地方 我觉得这些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 他也会 也会 也会去黄花岗七十二列四 这个在这个民进党去中国化教育之下 我们 叫我们年轻一代知道中华民国的历史 真正的中华民国的历史 然后他接下来去西安 那正是我们这个所有炎黄子孙的这个 这个共同始祖皇帝 这个地方我们计我们的共同始祖 这也是在这个对台湾现在去中国化来讲 是强有力的一级 那这些过去都已经被民进党刻意去隐瞒了 刻意去排除的这些 我们过去我们这个年代 当时很熟悉的地点跟地点 这个人 他能够又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场景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就是在换回我们台湾社会 这个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一份 我们这个祖先的这个血缘的 这个传承 我想他有很深的意境 马英九其实 我自己觉得他是一个很低调的人 他一点都不高调 有的人做事情就会很高调 跟马英九做事真的是蛮低调 可是他每走出一步的话 我觉得他都是深思熟虑 因为他个人的血氧是非常好 所以你觉得呢 因为这个马英九他已经卸任八年了 那这八年当中他也非常的低调 也非常的朴实 但这次去我觉得非常小可 因为第一个在这个两岸非常紧张的时刻 那第二个他已经完成了个人的祭祖 那这次是祭皇帝 等于是又上升到了民族的高度 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亮哥讲的 这个时候他特别需要代表台湾的多数的六成人 说出一些六成人的多数主张 像亮哥就大声讲 我就是中国人 他的中国人不只是我们宪法规定的中国人 同时也是他说认同 他讲到认同这两个字 所以马英九是不是也应该大声说出多数人的主张 我觉得马英九可以 因为他这一次我觉得他在机场的检讲 已经说他已经卸任八年了 他没有任何的党职 也没有任何的公职 他说穿了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公民 我觉得普通公民他就可以 就从他个人本身出发 从他的理念 从他的认同 从他的血缘 就跟亮哥一样 从血缘 从认同 从这个对于文化的欣赏角度 讲出跟亮哥一样的话 那另外一项面 我想他这次去 他定位是和平之旅 友谊之旅 那和平是怎么样达成的 这个他需要再能够再进一步 怎么样来达成 双方是不是应该 我想九二共识这个基础都存在 他跟大陆没有这个共同基础的欠缺 在总统基础上 怎么样能够达成 他的和平的目的目标 这个我觉得他应该 再往前走一步 那美国会乐观其成吗 我觉得美国乐观其成 我觉得苏奇讲的话 蛮有道理的 事实上 美国对台湾 事实上我认为有长期利益 中期利益 短期利益 短期利益 在美国拜登总统在选举之前 台湾是要稳定的 这次这个Stanberger他来 就是说他也在跟蔡英文讲 他需要什么和平跟稳定 两岸要的这个 这个是美国要的 那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去能够促进 两岸的和平稳定的话 是符合拜登总统的需求 因为他现在在选举 他没有办法再应付一场 另外一场台海的纠纷了 俄乌战争跟这个 这个尾巴战争已经搞他焦头烂额了 所以马英九去的话 我讲的苏奇是把他点破了 就是他也知道拜登一定心存感激 心存感激 那亮哥其实他代表的新生 是很多台湾长大的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样子的新生 对不对 不管你是四代五代八代 像那个蔡振元他是来四百年了 我想他的讲法也会跟亮哥一样 那对我来讲那更不要 我是第二代 那我跟他跟亮哥想法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大家有什么 这方面不要另于表达 就勇敢的去把心里面的真正的想法 自己的认同多讲出来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